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跟某個人 你們兩個人回憶的東西 其實也是會完全不一樣 會讓你們想要瀟灑離開的瞬間 是什麼樣子的 有很多想瀟灑離職的瞬間 我在心裡中寫說 我12月31號要離職 這真的是很大的決心耶 因為我就想說 我就要讓他們 見識到我的決心 好久我跟大家說 想念 被拉長的不可思議 那些激动已离我远去 流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 你无需整理 我也会爱你 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的来宾欢欢 我是被子手石头 我是主唱Coco 我是鼓手一针 其实还有一位团员没来 但他上次来过我的节目 所以今天不用来 另外一团员是谁 是吉他手Bots 是但因为他在表演 所以没办法来 但我们现在关注一下你们的全新专辑 是第二张专辑 在我手上了 其实今天的专访有一个影像版 在YouTube搜寻纪念的记忆瑞瑞瑞 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封面超漂亮 是齁 喜欢吗 我觉得超喜欢 而且今天我们后面有个背板 就是这张图 是 是找谁合作的啦 怎么那么厉害啦 对啊 因为我就是有在追踪一个画家 然后我就是 透过我的前室友 知道这个画家 然后他叫做阿赛 你刚刚讲到你 不然我突然间以为 你说透过我的前室 前室找到了这个 前室友 室友 对 X-Roommate 是是是 找到了他 对对对 然后他叫做阿赛这样 然后他就是 人是住在那个比利时 哦 是比利时没错吧 我应该没记错 对 应该是吧 看起来他也不知道 跟欧洲不太熟 对然后 所以我其实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先 私讯问他 有没有这个合作的意愿 所以算是 忍端合作 对算是有 跨时差的 这个合作 但其实这个名字 也蛮长的啊 叫什么呢 叫做 刘海被风吹的 整个飞起来 是让你来分享一下 这张专辑 为什么要叫这么长的名称 要叫这么长 嗯好 其实这张专辑 有一个主要的概念啦 就是 其实就是思念跟回忆 这两个关键字 然后 但其实这张专辑 一开始 并不是要叫这个名字 就是一开始是 我们的第一首歌 叫做金色的你 哦 原本要叫金色的你 原本是想要 取作这个名字 因为 他算是我在 专辑制作的初期 就写好的一首歌 然后 因为我很喜欢 这个概念 就是 我自己就是在 三十岁之后 就是 常常对于这个 回忆有 蛮多的感触 就是 比如说你常常可能在 生活中的某个片段 你可能 比如说 路过某条街啊 或者是遇到什么人啊 你就会开始想起 很多以前的事情这样 然后 我自己就会觉得 在这个回忆的过程中 是 很好玩的 因为 他就是有一点像是在 拼拼图一样 就是你把 可能一个碎片 一个碎片 一个碎片的回忆 然后可能 透过自己或是跟别的人 然后你去把这个 整张画面 好像在拼凑起来的感觉 嗯 可是我会觉得说 你在拼凑的这个 过程里面 它其实 跟你原本发生过的那件事情 它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哦 就是你好像在那个瞬间 你又 活过一次那个回忆的 是 感觉这样子 刚刚那一段话听起来有点抽象 但简而言之 是我觉得在回忆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重新经历了一个新的回忆 对 没错 就是好像重新活过那个瞬间 然后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跟某个人 有共同的回忆 啊 你们两个人回忆的东西 其实也是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不是到 不是到完全不一样 就是一定会有地方不同 嗯嗯嗯 对 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 有机的一个过程这样 啊 其实今天三位在节目前 也共同吃了一顿饭 嗯 这也是你们新的回忆了 是 没错 没错 下一次来节目当中 搞不好你们又重新来体验这一次 哈哈哈哈 这样子的概念啦 但其实我发现你们实体专辑很有趣 就你们居然会赠送手写信 对 天啊 没错 我再顺道讲一下好了 是 刚刚有讲到 呃 为什么专辑名称叫 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 其实是 到整个专辑制作期的后期 嗯 然后我到最后才写出这首歌 最后一首歌 对 然后我就是也发现 诶其实这首歌的主旨跟 金色的你也是很类似的 啊 所以刚好就放在一头一尾 头尾呼应 对对对对 然后 然后最后因为这首歌比较有画面感 我们就 选了它当作 专辑名字 是 对 然后再扣回到为什么要写手写信 就是因为 呃 我们是想要传达这个想念的感觉 嗯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就是 也是有点半提议说还是来写信给歌迷 啊 对 也许歌迷也会对我们有一些话想讲 是是是 我们可以再回馈给他 回馈一下 对啊 有点像回信的概念 对对对 就变成一个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 回 回 回忆 这样这 kneeling 那像一整你记得你写了什么吗 有啊 因为很多歌迷都是有点跟我们掏心掏肺 然后写他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 啊 最近很迷惘啊 或者是他很想念谁谁谁啊 然后我们就 像我就 也会写跟他 如果我有跟他共同的 就是 经历的话 我就会写说 哦 我也是 有共感 曾经很迷惘 或者是我现在也很迷惘 就是 我 他分享他的经历 那我就也回馈我的经历 嗯嗯嗯嗯 那石頭你呢 因為有些歌迷他 其實我們在預購的時候 同時有數位上架嘛 所以有些歌迷他預購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聽過裡面的歌曲 所以還蠻多歌迷他會針對這歌曲 他會說 比如說改變這首歌 剛好符合他現在生活環境啊 或者說工作上啊 正在改變的心境 所以會跟我們分享到超細的 就是他的心情 然後我們在針對這個心情去恢復他 其實蠻有趣 就好像真的在寫信給朋友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們的歌迷 對你們都是有相當的信任在 會願意分享這麼私密的事情 好像是耶 哈哈哈哈 要發現我 蛤真的 而且我們歌迷現場都超級內斂 對 原來 就是因為我們後續有辦一個 有點類似預購的歌迷 可以參加我們的一個小發片的派對 所以我們有算是 就是有見面 然後有接觸這樣 然後就發現真的 大家都很害羞 哦 那私底下跟你們講話的時候 反而就長篇大論這樣 對 就是有很多感覺 可是看到本人的時候就 嗯 你好 哈哈哈 對因為我們那個派對 就是還有一些拍照的活動啊 然後我們就會鼓勵他說 欸你可以去拍照啊 然後他們就很害羞 就是坐在那邊 有沒有 摟住他的頭 對對對 真的假的啦 對大概十個有八個就這樣 哇真的 非常內斂欸 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都是很感性的人 所以也都很喜歡緩緩的歌曲 像我自己其實在訪問你們第一張專輯前 我就已經在聽你們的歌 所以其實到第二張專輯 我覺得哇 我好像跟著你們一起成長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種感覺好特別喔 但是我們要先介紹到今天的第一首歌 就是同名的歌曲 嗯 是 非常的有意境 先讓Coco來介紹 是你的詞曲創作 對對對 就是這首歌是 劉海被風吹的整個飛起來 嗯 那其實就是 我可能不知道哪一天 我就在我的 記事本裡面就記下這一句話 哦 對就是我已經忘記了 什麼時候寫了 我已經忘了 然後但是可能就是在 我那時候在 剛好在練琴 然後就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欸好像可以 有一些曲子跑出來 嗯 然後就翻開我的筆記本 就看說 嗯 要套什麼詞呢 這樣 就先亂選 然後就先把我有感覺的東西 選起來 嗯 然後後來就看到這一句話 我就覺得 欸 好像還蠻有畫面感的 嗯 對 所以我自己就 就是決定要把這一句話 當成是 就是一個 一個段落 嗯 這樣 就是一個段落 只唱這一句話 是 對 所以我自己 對這首歌的 那個想像 他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人他在 他正在回憶他某件事情的 一個停格畫面 這樣子 哦 對 反而是停格的 因為其實這個畫面聽起來 看起來是一個很動態的感覺 連續動 啊 對對對 可是就是會有那個 飛起來的瞬間 那個 啊 那個moment 對那個moment 嗯 然後我就想要 就是可能就是描寫那個moment 他的心境 這樣子 是是是 另外兩位 你們自己有瀏海被吹起來的時候嗎 其實包子有耶 因為我們在 那時候 因為這首歌是最晚被創作出來的嘛 嗯 然後所以我們在 弄這首歌的時候 包子有說 欸 剛好他那時候 剛好有一個表演 是 然後剛好攝影師側拍 就是他 因為他流長髮嘛 就是整個 哈哈哈 整個被掀起來 對被掀起來 就剛好超級符合 這一個 他已經不是飛起來了 是掀起來 哈哈哈 是 但是其實一開始我看到這個歌名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了很多個 我自己瀏海被掀起來的那個moment 是掀起來了 哈哈哈 是掀起來 哈哈哈 可能就會啊 這樣子 先趕快壓下來 對 其實就像捷運來了就已經飛起來了 哈哈哈 對 啊有時候可能騎車出去也飛起來 嗯 對 啊有時候站在一間學校啦 走廊邊 也會飛起來 對 那你的感覺是舒服的瞬間嗎 哦 超舒服 因為我很喜歡 我跟你講我是一個每天都要吹到風的人 哈哈哈 不能只待在家的那種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哦這個歌名很符合我 哈哈哈 是 但是接下來第二首歌 其實我那時候在聽的時候 我覺得 環環好像又來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叫做夢中的電視機 哦 嗯 為什麼想要以口白來呈現這首歌呢 呃 其實這首歌一開始只有前面的段落 就是只有那個唱的部分 但因為我只寫了兩句 嗯 可是我又很想要把那兩句唱成是 一個段落 是 就是 這可能整個段落就只有這兩句 這樣 我就是想要挑戰這種 唱得很慢 然後 唱完 欸 就只有兩句 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 可是我後來又 就是在寫一寫又覺得 他其實加其他的段落 那個感覺就會有一點消退了 後來回頭檢視的時候 我就 靈光一閃就想說 嗯 還是用念的 哦 這首歌就變成用念的了 嗯 然後就發現其實好像以前沒有這樣做過 對 所以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是 對 因為剛剛已經知道了 我從緩緩一開始就開始聽 所以我知道你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沒錯 你很厲害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我就一直看這個歌詞 裡面提到很多說 哦 在夢中的你啊 你是誰呢 哦 這個你可以就是 我覺得是一個想念的對象 嗯 嗯 對就是你可能 嗯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一些複雜的感覺 可是你又不能當面跟他說 嗯嗯嗯 對 所以就變成 這句話 那些話可能就只能在 夢裡說嗎 你自己的世界裡面 啊 可能告訴他 這樣 是是是 對 我那時候聽完我覺得說 其實這首歌在整個專輯裡面 反而讓整個曲序聽下來啦 嗯 就有一種緩下來的感覺 沒錯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哈哈哈 這個時候是不是要我問為什麼呢 對對對 這是我們製作人精心設計 啊 但其實在這一次專輯當中 我有一首很喜歡的歌 叫做一次跨兩個階梯 嗯 然後我從一開始來聽的時候 我覺得哇 這編曲很豐富 然後Coco的聲音一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好像70 80年代的舞曲哦 哦 很好 哈哈哈 哈哈哈 這應該算是有達到我們的 完全有get到 真的嗎 有達到我們的目標嗎 是 因為我們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我們 你幹嘛一直偷笑 為什麼石頭露出了一個 勉潛的微笑 沒有這要講到一個小故事 哦 這首歌的Vocal 嗯 是Coco自己在 工作室錄的 哦 對 對 所以咧 欸剛好咧 因為 畢竟是自己錄的嘛 嗯 所以可能 呃 他還在一個嘗試的階段 然後 欸剛好錄出來的效果 就很像這一種 有點復古的感覺 嗯 是一個很湊巧的 就可能跟他的擺位啊 或什麼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就直接採用了 對 哈哈哈 是 湊巧的復古感 對 湊巧的復古感 但剛好又跟這首歌的 呃 氣質很符合 嗯 對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首歌耶 所以你有感覺到復古的感覺 有有有 這首歌一下就是不一樣 哦 真的哦 我那時候想說 嗯 Coco是這段時間練了什麼嗎 哈哈哈 我想說 欸原來他不是一直在練琴 他在練他的歌聲 哈哈哈 到最後幾個月 倒是真的有在練呢 是是是 超累的 但其實我看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發現說 你們的簡介提到說 哦 其實跟生命有關 有時候我們一次跨兩個階梯 嗯 然後想要瀟灑的離開 所以你們自己覺得 你們曾經 會讓你們想要瀟灑離開的瞬間 是什麼樣子 洪一正是不是比較多 真的嗎 瀟灑離職的瞬間 哈哈哈 有很多想瀟灑離職的瞬間 應該有吧 有啊 就是 因為我在一個 算是有規模的公司 哦 然後有 然後有規模公司 就是人 人 怎麼講 那個叫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哈哈哈 就是人跟人你也知道 人跟人之間就是有政治 有利益 什麼的 對 很多鳥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是真的很想瀟灑離職 哈哈哈 但是你沒有 我沒有啦 沒有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沒有 哈哈哈 天啊 最後變得好勵志哦 他是堅持下來的故事 他沒有瀟灑離開 你是一個大人 哈哈哈 對我是一個大人 哈哈哈 是 那Coco呢 我嗎 嗯 哦我 我確實有一次的經驗 讓我覺得很爽快 嗯 就是我也是某個離職的那個下午 哈哈哈 是 又是離職 我就是瞬間覺得 哇我好輕鬆耶 就是從頭到尾這樣子 我就把我的東西這樣搬出來 搬出那個大樓的瞬間 我就覺得我自由了 哈哈哈 一身輕這樣子 對對對 肩膀沒有任何負擔 對我那時候印象蠻深刻 就覺得哇好開心哦 嗯嗯嗯 是 那第三位石頭 你該不會也離職了嗎 哎 這倒還真的有 哈哈哈 他們兩個都是那個 以前有上過班 因為我剛畢業的時候 先去一家食品業當PM 啊 然後就是每天超忙超忙超忙 然後忙到半夜的那一種 是 然後後來也是某一天就決定說 好我要離職了 我要開始玩音樂這樣 嗯 然後我就寫信給我的老闆嘛 寫email 然後他們全部嚇到 哈哈哈 然後他們 馬上把你叫敬會議室 對 而且他們 就是我這樣 早上 一早寄出去嘛 然後馬上接到內線電話 哈哈哈哈 過來一下這樣 哈哈哈 然後去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覺得我在騙他 他們是不是 問說要不要幫你加薪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說嗯 是不是 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不敢跟我們講啊 才說要玩音樂啊 哈哈哈 是 然後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而且 我還很 因為我們 這講到超detail 反正就是 我們每年的獎金 是過年的時候發 嗯 就在一二月 可是你是在之前 對 然後我就下定決心 我不要呆到那時候 我就下定決心 我在信心中寫說 我12月31號要離職 哈哈哈 哎 這真的是很大的決心哎 因為我就想說 哈哈哈 我就要讓他們 見識到我的決心 哈哈哈 這個非常瀟灑 這個是 今日瀟灑的 No.1 沒錯 但是 我要 有一個小點 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在12月31號離職 怎麼說 因為 那時候我最後一天 我要準備交接東西給人 給別人說 發現所有人都休假 哈哈哈 他們都去掛念了 哈哈哈 沒有辦法交接 這樣子 沒有辦法交接 好好笑 哈哈哈 所以還要加一天半 一月一號還要來 哈哈哈 超可憐的 是 天哪 這三位的回答都很颠覆我的想像 這是對你們來說 這就是一次跨兩個階梯嗎 對 跨出去吧 不要怕 哈哈哈 是 那我們先來聽這首一次跨兩個階梯 如果說想起什麼 也許是你在求你回測 看不見你忘記從前 卻還是有點掛念 是為了什麼來到這裡 哦 一次跨兩個階梯 那邊會不會長下雨 時間會慢慢過去 是為了什麼來到這裡 哦 一次跨兩個階梯 很遠很遠的地方 前進說不定 會在盡頭遇見你 回到了傾聽事務所 今天的來賓是環環 這次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環環 是 其實上一次是Coco 跟包子來到傾聽事務所 帶來他們的第一張專頁 那那時候呢 我一直覺得環環是一個 好有夢想的一個團體哦 欸 怎麼說 我覺得你們的歌曲當中 可以看得出你們的覺醒 還有你們的夢想 還有你們想要創新的發展性 但是到了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欸 你們好像緩下來了 你們感覺更深入自己的內心了 這是我自己看到的轉變 那你們自己覺得 從第一張專輯到第二張專輯 你們覺得在創作上有哪些改變 我覺得在音樂上就是我覺得第二張專輯很 我們因為有一位新的團員加入 然後我覺得帶來一個蠻大的新氣象 就是在節奏組上我們加入了很多 跳動的氛圍 因為那個石頭他本來的強項就是他很會 就是彈有節奏感的一些Riff 所以老闆就知道你真的不是縮小的 希望他們現在看得到 希望他們聽見了這些歌曲 你給老闆看 是的 其實我覺得在這張專輯當中 真的聽到了更多在節奏上的呈現 嗯 就是我覺得他更突出了 比起第一張的時候 音樂更動感 有 我覺得有比較陽光的感覺 嗯 對 然後除此之外 就是可能製作人的影響也蠻大的 嗯 因為我們第一張專輯算是自己製作 嗯嗯嗯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點像是 怎麼講 在摸索在自己 有點像自己 自己亂搞 自己買頭苦幹 對 我們連那個什麼音檔都自己剪 然後很多事情 哇 你們年齡總是自己剪 對啊對啊 對 然後發現剪得很爛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可能剪完 然後給混音師說 混音師來推薦 你這個可能要再修喔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算是 一個有點像是怎麼講 就真的 初出茅庐嗎 對 就是真的什麼都不太懂 然後可能自己在那邊摸索的感覺 然後這張專輯我覺得就是 音樂面其實是蠻成熟的 因為我們製作人老王就是 也是有一點像是帶領我們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在演奏啊 或者是編曲方面 他都會下蠻多功夫 對 就是可能指導我們 然後或者是就是 就是告訴我們可能演奏的 哪些地方要注意 對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第二張成熟蠻多的啦 是 對 但因為你們第一張是自己來製作 所以我覺得在第二張上面 你們會更有規劃性的來呈現呢 對 算是已經有一些設 就是會有加入一些設計的想法 比如說像你剛剛說 你聽到那個夢中的電視機 覺得有緩下來 因為我們也是故意 就是想要在那個橋段 慢下來 對 加入這個氛圍這樣子 嗯嗯嗯嗯 是 那其實我覺得在新的呈現上啦 歌迷一定都聽得出來 你們在發行之後 有沒有收到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歌迷回饋 有一個歌迷讓我蠻印象深刻的 就是 他是自己分享那個 分享在他的線洞 然後有tag我們 然後他就是說好像 他那一天去上班的路上 就是特地找了一條就是 全部都是樹的 一條路 對 就是一條林印大道這樣子 然後就一邊聽我們的新專輯 然後他就覺得很開心 就那天充滿活力之類的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還蠻感人的 很棒欸 感覺你們的專輯 可以帶給大家一個一天的朝氣 是嗎 希望 希望不是那個離職的衝動 如果是的話也不錯 一個瀟灑的呈現啦 那其實我也蠻好奇 像石頭之前還沒有加入緩緩 在第二章正式加入緩緩了 對 所以你自己覺得 聽這兩章的差別是什麼 其實對我來說 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樣就是 更多節奏性的呈現吧 那其實 因為提到這個也可以講一個點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小時候聽很多台語歌啊 或是說 聽到 因為小時候都會看那個日本動畫 那比如說小時候看悠悠白書 那時候他們的那種主題曲 其實就是放到現在來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City Pop的這種風格 那這種風格其實他的歌詞都是很 有點惆悵 有點悲傷的 比如說在講一些戀情啊 不如意等等 可是他的節奏都是很 跳動的 很歡快 對 然後讓人家想要跳舞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處世的哲學吧 就是說 不一定說 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只能用很抒情 很悲傷的角度去看待 所以我自己就是 不管是描述什麼樣的音樂 我都會很喜歡他有一個跳動的成分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也是在這張專輯裡面 有呈現出來的一個感覺 是是是 我自己覺得 在這張專輯裡面 不僅它是很豐富多元的 再來是你們多了一個新的語言 哈哈哈哈 你說台語 台語 是是是 對 安可可來介紹一下 好我們就是這一張有第一次 就是嘗試創作台語歌 它叫做《戲裡的歌》 嗯 那算是我個人第一次用台語創作 其實我那時候寫的時候沒有想太多 嗯 我就是剛好有一段台語歌詞的副歌 嗯 然後後來音源忌諱之下 我就想說把它寫完這樣子 嗯 然後寫完之後其實我一直暗卡 就是不敢給他們聽這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就 那時候其實demo是蠻粗糙的 然後可能就聽起來有點像是gay out的那一種 哈哈哈哈 那一種氛圍就是很慢 然後唱得 唱得很慢這樣子 嗯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一個想法是 因為環環以前不是這種 不是有唱台語的這個路線啊 嗯 我們一開始是唱英文嘛 對 然後漸漸的中文這樣 嗯 所以那時候我是有點猶豫說 要不要有這個元素 哦 啊我自己跟自己辯論是想說 先不要好了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原本這首歌 也不是要拿來給環環的啦 啊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這些原因就沒有給大家聽 但後來就是被我們製作人發現 欸你是不是有一首歌 按扛起來 聽說有一首歌 你拿出來放一下 然後我就說 蛤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然後後來就放了這樣 然後後來製作人就是覺得 其實取寫的不錯啊 我們可以試著做做看這樣子 嗯 對所以我們才促成了這首歌的 哈哈哈哈 現實 這個台語的樣貌 對 所以對你來說台語創作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覺得我 我覺得現在講可能不太準 可是這一首我算是寫得很順 哦 我沒有想太多 是 對然後 可是因為我其實也不是台語很很冷凳的那種人 對 所以 我就不太確定如果之後還要再寫更多台語歌 會不會有瓶頸 可能 會有 對 但這首歌至少這首歌我覺得是 算是自然產生啊 就是 運用我目前所有會的台語的詞彙 然後把它寫出來 自然醞釀而成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比較好奇是一陣 你那時候聽到說緩緩即將有一首台語歌的時候 你有什麼想法呢 他 這首歌是他第一次拿給我聽 然後我那時候給他回饋就是 我覺得這首很像就是 電視劇裡面會聽到的 哦 我也覺得 很像電視劇插曲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的版本是 很慢很慢的那一種 對 然後我給他這個回饋的時候 他好像有點傷心 傷心嗎 他覺得好像我覺得很普通 果然把它收起來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能搭配一部戲的呈現啦 他是要有一定的動人跟記憶點的 哦 對對對 對我來說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這首歌很適合 哦 嗯嗯嗯 所以那一陣子那時候想說 欸 緩緩即將要轉變成台語歌手了嗎 一方面我可能也比較沒有在聽台語歌 嗯 所以然後所以我對這個台語的刻板印象 我就會是欸 就是電視劇的 哦 的配樂的感覺 原來 哈哈哈哈 是 那其實我那時候聽到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讓我覺得 顛覆了對緩緩以往的印象 所以這張專輯對我來說 有好多的突破 哈哈哈哈 那最後呢有一首歌 我覺得他的編曲超級厲害 叫做Mrs.Arch 真的哦 讓你們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一開始那個bass好好聽 哈哈 哈哈 其實這首歌很自然耶 就是這首歌是我們 全部的歌曲裡面唯一一首 就是一進錄音室 就是討論編曲 把demo放出來 就 那個製作人就說 哦 OK啊 然後就直接開始錄了一首歌 就唯一一首沒有 做任何更動的歌 嗯 那這首歌當初我記得bass在編的時候 也是 我跟包子吧一起去coco家 嗯 只有你吧 哦只有我 那只有我 去coco家然後 因為那時候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我們要趕快把十首歌寫完 哈哈 其實那時候在敢進度 哦 正在 敢創作的這個過程 然後我們就在jam這樣 然後他就彈一個 吉他的那一個部分 然後我就在想說 欸 就很自然的加一個bass的部分 就是一切都是很自然的狀況下 創作出來的歌曲 嗯嗯嗯 所以這首歌其實 蠻特別的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狀態下 對 誕生出來的歌 就是每個人好像都玩得蠻開心的 嗯 對就是 譬如說一針打的東西 欸好像也順理成章 就這樣吧 然後包子就彈 欸 solo就亂玩這樣 我們就全部都是 就完成了 對就是很快就完成了 就是沒有什麼太多改來改去 嗯嗯嗯嗯 我那時候一開始聽 我覺得他很有故事性 嗯確實 嗯被你們這樣一說 我突然間覺得說 喔好像是你們寫了一個故事的感覺 對對對我們那時候就是 唱了第一句了 嗯就是 可能就是有一個角色這樣 對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就是有一個角色 你們就隨便 發揮你們想像力 是 你沒有告訴他 他是怎麼樣的人這樣 欸我有大概講吧 嗯就是 就是一個老太太 一個很八卦的老太太 喔 為什麼會想這樣的設定呢 我也不曉得 然後真的是 可能我每張專輯都想寫一個老太太 哈哈哈哈 然後上一張是Lauren 對 這一張是Mrs.Archie 然後 然後就是 我就是跟他們描述那個 想像中的畫面 可能就是 學校的訓導主任 然後會戴眼鏡啊 喔 有一個鏈子的那一種 喔 好有畫面喔 哈哈哈 或者是 八卦的鄰居 很像動畫片 你們會出現的 對對對 然後記得那時候 第一次練團的時候 好像 就是一貞就在說 欸還是偽咒就讓他死掉 什麼 哈哈 天啊你這麼狠心 哈哈 沒有就是要有故事感啊 然後通常我們不是 一些不熟鄰居 然後就會問說 欸啊他 怎麼沒看到他 喔他走了 就是那種感覺 喔喔 天啊 突然五天沒看到 就是沒有就是 可能我們回阿嬤家 回阿公阿嬤家 就會問說 欸那個誰誰誰 怎麼不見人 然後就沒看到了 對然後有人就說 喔他走了這樣 就是那種感覺 天啊為什麼我們今天的主題 一直環繞著瀟灑的離開 哈哈哈哈 從一開始就離不開了這樣 哈哈哈哈 是 原來在你心目中 有這樣的一個呈現 就是對也是那種不熟的 但是又很八卦的那種鄰居 嗯嗯嗯嗯嗯嗯 然後完成了這首歌 所以其實我發現這首歌 在你們每個人的想像當中 都是不一樣的畫面 可能稍微有點不太一樣啦 喔喔 那嗯 你的話 我是不知道 我是想像有點像一隻貓的感覺 貓啊 對我來說 有點像邪貓夫人 可愛的老太太 有點小俏皮的感覺 是野貓嗎 問得越來越細 如果有花園應該就不算野貓了吧 喔 因為他要照顧他的花園 喔 欸我發現在石頭的心裡是最夢幻的欸 對啊 哈哈哈哈 他反而是有少女心的欸 對我們就是很 哈哈哈哈 最少女心的是包子 啊啊 對他今天沒來 原來 來到節目的最後啊 我很想問緩緩 你們每一位團員 如果給你們五年的時間 你們最想達成的目標是什麼呢 不限音樂領域喔 我可以給兩個 就是一個是音樂相關 一個是跟音樂媒相關的 是 那先講音樂的好了 好 好希望我們五年內 可以去Fuji Rock的舞台演出 哇 我好期待喔 好 許願 許下個宏願 一定要 宏願宏願 第二個呢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希望我可以 呃 自己開車帶爸媽出去旅遊 喔 想要去哪裡有決定嗎 有想像過嗎 可以先台灣就好 然後去哪裡的話 嗯 可能東半部吧 啊 是是是 對 可以有山啊海啊 可以看啊 美景的部分 可以看一些風景這樣 嗯嗯嗯嗯嗯 是 那一陣呢 呃 我覺得如果跟音樂有關的話 我就是希望還 未來五年還可以持續的 繼續打鼓 喔 對 一定會啦 哈哈 怎麼好像這個願望有點卑微 哈哈 對我就是不敢許下宏願的那種人 是 下次就不敢再回來了這樣子 好那 如果跟音樂沒有關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舉起來 就是物理上的 把你自己舉起來 就是那種吊單槓 然後 喔 然後把自己舉起來 所以你平常是想要練體操類的 就是我平常有在練 但是一直覺得 嗯 好像把自己舉起來很帥 哈哈哈哈 就是很想要那種健身房 都會有 有些人就是在那邊舉啊 對對對 然後覺得好像很帥 然後就覺得我也想要把自己舉起來 要練臂力要練核心 可以解釋一下 彭奕貞平常很喜歡跳高 喔對 我是那個團裡面最好動的 哈哈 他就是看到什麼要摸一下這樣 就是很像 欸這樣 就要跳一下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摸的話去 就是要請你摸到那個墊子 哈哈哈哈 太高了 哈哈哈哈 好挑戰看看 哈哈哈 是那最後石頭想好了嗎 喔想好了 是 呃希望五年內可以 去不同的 周巡迴 哇 這個好像比Fujira 也蠻難的呢 就是 喔你說歐洲 亞洲這種 是是是是 到不同的國家去表演 對 因為我今天剛好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今天出門嘛 那就想說 欸拿一個口罩 然後就想說 欸其實好久沒有戴口罩了 嗯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就是因為前三年的之後 其實一度想說 會不會這輩子 再也沒有辦法去 其他國家去巡迴 是 就是那個時候覺得 會不會之後就一直這樣 對啊 就會我要戴一輩子口罩 嗯 之類的 可是現在欸好不容易又回歸 比較正常的生活了 嗯 所以就想說欸 也許這個可能性又可以被實現 這樣子 很期待 很期待 那未來環環可以在 各個國家去演出 我覺得那是一個 光想像就很美的畫面了 好加油 哈哈哈 加油加油 感謝環環今天來到傾聽事務所 也非常謝謝每一位團員 還有一位團員 叫包子喔 不要忘記 謝謝 再分享一次你們的專輯叫什麼呢 好一起講 一二 瀏海被風吹的整個飛起來 非常沒精神 為什麼是一個這樣子的版本 好像念課文的感覺 對 很像念課文欸 因為突然被老師Cue了一下 太長了 每次都會念錯 剛剛很怕念錯 怕念錯怕少一個字之類的 對 整個起來之類的 可能會整個掀起來 可能會整個掀起來 像包子就會念錯 然後就會馬上被我怒瞪著 哈哈哈 是 還好今天沒有來 這樣沒有念到 今天包子不在一直 我們一直在講他這樣 對啊 每次誰讓他不來 他很有存在感 哈哈哈 是 再次環環環環 也謝謝各位聽眾朋友的收聽 那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幹什麼 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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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聲沒沒人聽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